大家好,欢迎来到小银话 今天继续给大家讲大奥明之片 第三,第四话 上一期我们讲到 独子夫人在听到恋人东乡亲口说出 祝自己早日当下将军继承人 这刮心的话后终于死心 决定为将军生下子嗣 却在事情之夜突然抽搐昏死过去 龙山总管在将军家定压抑着怒气的责问下 承认了在独子夫人的膳食中放入了药粉 不以为然道 原本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怪只怪独子夫人提倡节约 杜绝浪费 把每一碟都掺有少许药粉的食物 都吃了个精光 极少成多使得药效增大 以至昏死过去 见将军家定不忍的表情 又提醒他 为要给独人预抬索 避免其怀有身孕 是铁打的手段 祖传的规矩 劝他莫要因小事大 这番明显携带三分私心的义正此言 压得将军家定终是黯然沉默 懦懦不敢再言 而仍然昏迷不醒的独子夫人这边 在淤淤的诊断下 就只是因紧张而引起的微情乱 独子夫人身为五家小姐 向着身体倍棒吃麻麻香 别说大饼 连小病小痛也不曾有过 这一点身为天生侍女的阿满 比谁都清楚 听到这过分牵强 十分狼狈为奸的诊断结果 实在忍不住怀疑她是个佣医 请她再仔细诊断一下 这大胆的质疑 不要说女众腾波赤字她见语 连阿珍都踢得腻了一把汗 是的 阿珍也来了 因为担心阿满在大奥的情况 为了亲眼看到她是否安好 费尽心神到处突然安排 成了御医的助手 当然 这些迟钝的阿满此时是全然不知的 两个青梅竹马 时隔一年再次相见 苏安正处在独子夫人生病的阴霾下 也难免生出些许兴奋甜蜜 正在窃窃私语独子夫人生病一事 引前的大奥众人也很兴奋 在这阴盛阳帅的深宫大院 将军长得猙獰 玉玉是个老头 难得见到阿珍这样正宗的小鲜肉 你推我挤得偷偷喵啊喵 一一不舍地目送她离开 不久 独子夫人醒来 阿满再忍不住告诉了她 龙山总管在膳食中下毒的传言 独子夫人听后 在将军家定来探望时 一有所指的 玉玉山不合口味为由 提出今后膳食希望阿满负责 将军家定没有意义 龙山总管又不爽了 玉台所的膳食由自己亲自负责 不满意玉山就是不满意自己 独子夫人看她做贼不心虚 还等鼻子上脸的针对 真是气不打一处来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 吵得夹在两人之间 左右为难的将军家定 一个头两个大 又坚本就对独子夫人 心怀怜惜和愧疚 喝住两人 拍板定下 照玉台所的话去做之后 便起身离去 之后说来也巧 接着父子独子夫人 膳食的差事的阿满 某天正风饭点 在玉山所看到众人手毛脚乱 觉得就自己闲着不好看 也上前帮忙时 危险打开柜子 拔出了传说中的毒药粉 惊慌之余偷偷藏下两包 交给了独子夫人 独子夫人拿着这证据 当劲气冲冲的冲到预膳所 质问身为预膳所总管的 隔岗夫人要粉是什么 隔岗夫人死不承认 只说是盐 身处技术落后的古代 能生产出如此细腻的盐 那真是你天了 独子夫人想我信了你的鬼 正在逼她老老实实交代时 龙山总管匆匆赶到 也符合说是盐 将独子夫人不信 一把倒进口里咽了下去 这突如其来的举动 让独子夫人是寂静又宜 也反映过来 并非想象中的猎性毒药 至于是什么 阿满自个愤勇会查清楚 独子夫人看着 对自己忠心耿耿的阿满 一直以来的欲解 也似缓解不少 难得的真心笑了起来 与此同时 独子夫人被人下毒昏倒的事 也传回了萨摩 激起萨摩武士们的一边愤慨 东乡得知后 更是心痛的无意附加 想想自己对独子夫人 说的那些违心的话 跑去找导金骑兵大人 求他把独子夫人接回萨摩 且不说将军一台索 无论发生任何事 都不得回娘家 直至死后 在将军家 菩提斯被雕丧为止 都不能离开江户城 这一应径规定 再说 如今朝政上 自大佬 仅已直闭上台 已经跟一般守旧派达成共识 决定任命 激州藩的德川庆福 成为下一任将军 继承大统 也就是说 萨摩藩和水护藩一派所图 已全部化于泡影 独子夫人一再无任何用途 正满腔逼命的岛金大人 又怎会为他大动干戈 历生让东乡不要在夫人之人 东乡无奈 只能暂时按捺下来 打算另寻他法 救心爱的人出来 而随着娘家萨摩失事 独子夫人的地位 也随之将和日下 龙山总管再无顾忌 敢在阿满受到家信 匆匆跑来禀告独子夫人之前 坦白了药粉为断产药 在独子夫人苍白着脸 追问为什么一边劝他士气 一边又让他吃下断产药时 轻描淡写地说道 为将军士气 是御台所的责任 吃下断产药 也是御台所的责任 言下之意是 两项都是你的责任 是你太傻太天真 非要追悠个明白 让自己难受 将独子夫人红着眼 还一想天开地朝自己吼着 一定要为将军生下子嗣 懒得再与他纠缠 索性告诉他 如今外面事实已变 继承人已定 药粉之事 是从他进大奥第一天就开始 且得到将军默许的事实 这三人的捅刀 刺得肚子夫人仿佛被抽血了 全身的力气 跌坐在地 拿过阿满的家信 看到上面的早日回家四个字 在忍不入躲的房间 失声痛哭 早日回家 可对自己而言 何处是假 这一哭哭得是一风消煞 荒木凋零 阿满也难受得落下泪来 人生在世 要有所凭借才能生存下去 如今离开大奥不成 剩下子私为这世间做些贡献 也已不能 独子夫人为将军家定 该用什么作为生存下去的理由 将军家定看着独子夫人 眼神悠长而悲伤 恍如望着当初的自己 肆意飞扬 抗争绝望 只不过 自己的愣角已经被磨平 已然明白 即使困入池中归 也有其责任 极为宿命 唯有即其接受 才能于万变之中存留真我 于困苦中坚定心智 而独自夫人仍然尖锐 将军家定忽然笑了一下 没关系 他想 总还有自己 可以竭力照看他周全 可以抢悲欢古南权 事实从来不如意 不久 美国又迫使日本签订的 不平等条约 一时间 最往攘移的呼声高涨 幕府出面镇压 无数有志之士死于刀下 在等等的时事和证据面前 将军家定的身体 每况愈下 在一个安静的不可思议的夜晚 以东相为首的萨摩番市 为撑乱救出独自夫人 以及抗议幕府镇压 趁着休息江湖城的时机 偷偷潜入大傲 在长局放了一把火 火光四起时 被聪拥着逃出的将军家定 得知独自夫人被人遗忘在火场 生死不明后 睁开众人 不顾一切的想要回去寻找 没走两步 倒地吐血 昏死过去 而独自夫人看着漫天的火光 不能随意走动 不能随意哭笑 只是活着实在不符合自己的个性 他对阿满说是时候了 在阿满的大声呼喊中 转身向大火伸出走去 曾经在恋人东乡 从宿明的那一头 浮宫略影般走来 两人紧紧抱在一起 然而在得知 是他不顾大傲众人性命 为救自己出去放了这把火后 心里忽然百味沉杂 他回想着 为维护身为预台所的尊严 冷静自持地在大火蔓延时 让阿满为自己更衣 想象着这里住的一群女人 可能会因自己而被烧死 突然理解了何为责任 这种责任压着他支出不勤 在阿满的找来 东乡的无奈撤退下 终于松下一口气 返回的独子夫人被龙山总管告知 将军嘉定早患有胃肿瘤 因怕引起失局动乱 对外一直隐瞒 但时至今日 肿瘤已蔓延至整个胃部 予以诊断已没有痊愈的可能 这场大火烧毁的长局 和预伤所的一部分 并没有波及其他地方 一些名女中 除少数受伤之外 都从大火中逃出 全部搬到西之丸的大厅赞助 久居大奥的众人 终于有机会 和驻守江湖城的武士接触 即便劫后余生心有余悸 仍言不住几分兴奋 从一系列事件中 嗅出危险的阿珍 在临时搭建的医患处 为阿满爆砸伤口时 装作不经意地向阿满求婚 劝他离开大奥 却被见识了这么多事 已经放不下的阿满 当作玩笑话拒绝 徒留一声叹息 满脸苦笑 将军家定醒来后 强撑着病体 在任命 冀州德川庆府 为下任将军的 上奏凤侯士上 写下花牙 虽然已经病入膏肓 行走困难 仍勇敢地顺从 在自己的命运 维护着身为将军的尊严 独子夫人看到 这样的将军家定 忠实动容 让阿满以贪亲为由 出了江湖城 给东湘送了一封诀别信 信里显得大概一次是 此情可待成追忆 只是当时已枉然 让他忘了自己 不要再火烧大傲 这一切都被龙山总管 派来跟踪的人 看在眼里 大火那天 放火的萨姆番氏 往修期工厂逃去时 被人看见 上报给了女众出导 出导又禀告了龙山总管 如今确认阿满有此行径 怀疑独子夫人 与萨姆番氏会有勾结 这样派出导 把独子夫人监视起来时 侍卫来报 将军家定病情为歹 龙山总管再无心思追究 慌忙赶去 片刻不离地守在将军身边 之后几天 将军家定时婚时省 一直徘徊在生死边缘 但始终记挂着独子夫人 偶尔醒来 会为了独子夫人 你太勉强自己了 这一句夫妻见得寻常问候 像个孩子般欢喜 会开解独子夫人 有命运是注定 有责任一是不可避免 唯有坚持才可解脱 会想求独子夫人 原谅龙山总管 应该和独子夫人一样 只是个会关心自己的柔弱女子 让独子夫人在自己死后 去做想做的事 和喜欢的人去喜欢的地方 重新活一次 和喜欢的人去喜欢的地方 做喜欢的事 什么是想做的事 又或者 离开大澳 真的能拥有自己 所期待的自由吗 独子夫人忽然惶恐迷茫起来 人被交到一定高度 便很难回头去寻一条 平淡不那么光耀之路 如今 她也体会过 天下最尊荣的地位 在这犹如囚牢的大澳里 单枪匹马闯荡过 放纵过 倔强过 抗争过 也愤恨过 遍体鳞伤 取信名存在 独子夫人突然在这一刻 大车大雾 她想 她开始理解将军家定 原来 活着本身就是不自由 看清自己的心 认同心的自由 才是真正的自由 能困住自己的 从来不是大澳 不是难以掌控的命运 而是自己的心 所以 独子夫人决定 从此刻 担负起自己所处为止 应尽的责任 因而 她在龙山总管 态度强硬地 要亲自检查恋人东向 突然送进来 需要再次 救自己出去的时间 和路线的信使 亲手烧毁了她 而将军家定 似乎看透了一切 在私下静谜 指纹周生的迷流之夜 哆嗦着 挥着手 让独子夫人赶快离去 抖到的泪珠 从独子夫人的眼帘滑落 如丝丝与线 捉烫着将军家定的手心 她先所有的觉得 自己这一生 时光太短 而牵挂太长 她望着独子夫人 望定她 目光轻软而眷恋 嘴角扯开一抹笑 如霞光斑 一瞬后 再也不见 残酷在于生死余顺 爱痛却是永恒 善爱着将军家定的龙山总管 扑上去 哭得生死历劫 电闪雷鸣中 独子夫人竟曾走出去 她找到东乡 她告诉她 家定大二后 自己心里只有两件事 很想逃走 很想回去 有很多次 在梦里看到她 两个人手牵手 一起回到家乡 但现在 她决定不走了 自己不能选择前路 但她可以 可以用自己的双手 用自己的力量 去改变这个世界 东乡不愿 她抱着独子夫人 哀求她和自己一起走 僵持之下 龙山总管突然出现 东乡重重 对独子夫人许下 会再来接她的誓言 并匆匆逃走 龙山总管没有以往的严苛 只是平息地问独子夫人 是否会出席 将军大人的洗净仪式 得到肯定的回答后 便转身离开 直至举行完 将军家定的葬礼为止 对这天的事 再置自未提 只是后来 把将军家定 吩咐留下的那把刀 还给了独子夫人 独子夫人 突然请难自己的哽咽起来 这场注定的宿命般的相遇 原来早已成为自己今生 最美 最无法忘华的一场机遇 龙山总管起身告辞 独子夫人忍不住追问 何东乡相见的那天 明明可以把自己 抓住心事问罪 为什么并没有那么做 龙山总管只说 想看到静美的丈夫 也不能见心上人 今后在这个寂寞的牢狱里 会怎样过 独子夫人无数次猜想 龙山总管会怎样回答这个问题 可是这一刻 当听到这个口是心非 又要叫的回答 往昔的恩怨 忽然就烟消云散 人若遇到了什么事 普通的人会有不同的反应 其中有一种人 便是将再大的事都装在心里 不以旁的人说 只能以一种小心而自知的方式 恨着 爱着 充气量 也只是个可怜人罢了 安政五年 将军家庭去世 童年 独自夫人落发为妮 法后天章院 殷心旧将军交替 未必嫌选择隐居 大奥里的女中大多被解雇 互相道别后 依依不舍地回去各自的故乡 阿满留了下来 今生为女中的她 继续着自己的发光发热 大奥迎来了一时的风平浪静 直到第十四代将军 都穿家帽上尉 那个人的随之而来 好了 本期就讲到这里 另外 想在这里和大家请个假 因为年末 我的工作比较忙 所以今后更新的视频 长短和频率 会较以往变短和减少 我会尽可能的抽时间 为大家每周一更或两更 但是不确定 实在等不及的朋友 可以先去看看原片 回头再听听我的解说 实在不行 就多看几遍我之前发布的视频 刷一波流量 贡献多谢弹幕 总之 为大家带来观看上的不便 还请多多谅解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